一定会需要用到统计 就抗一幅 那抗一幅的话呢 统计什么呢? 1号出现的次数多少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2号 其实你向下填满就可以了 因为每个号码 就是去抓这个前面这个号码 它出现 那第一次 当然你要先 去找 1号出现的次数 然后呢 几率怎么算呢 在除以 除以什么呢 除以它总共出现了 总共的号码 开出多少个号码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呢 开出多少个号码 那当然开出号码 其实你用Cons 跟ConsA 其实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里面一定就是数字嘛 那你用Cons 它也是 ConsA 它也是 因为反正里面都是数字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算说 这里面到底开几个号码 其实 用Cons或ConsA都可以啦 不过如果说 当然这个范围不大的话 其实你可以 等于是99 乘上7嘛 OK 那其实 如果开出号码 那你也可以把它先算完 也可以啦 再除以 应该是什么 99 乘上7嘛 就是 700-7 693嘛 对不对 也就是693次 那要怎么算会是最快啦 最后我先讲一下 最后 当然如果你做完之后 我可以做三个阿扭 第一个阿扭是乐透彩按下去 全部做 OK 就类似像这样 那我甚至我还希望能够看到它的几率是万分之 245 是101年的 102年是万分之 206 OK 然后合计起来 最后排名 当然可以做个清楚 格式化呢 按下去 自动帮我格式化 那最后呢 我也希望说能够找出 这个排名里面的前 几率最高的 7个号码 帮我直接放到这边来 那你再按一下这个按钮 自动帮我算 就是 最高的应该 就是 总共前7名就是这7个号码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抓到 12号 21号 一式类推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然后把它先清除掉 清除掉 这个 清明 OK 那如何去算这个 几率 其实当然 第一个你可以有什么 擦入函数 里面的话 一样有统计 那统计的话用那个count if count if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跟我问一下 你的range 就是你要算的那个范围 那通常我们会怎么样 切过来到101年 然后呢 把这个范围呢 选取起来 不过 选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样会跑 跑到这个这个地方就好了 不要再过头了 OK 但是呢 如果你这样选 我反而比较建议 怎么样 你不要用选取的 而用什么 用一个名称来代替 什么意思呢 将来 以后呢 我前面好像讲过了 你可以用f3 有没有 也就是你先定义 那也就是像这一题 我用原始的这个档案好了 用这个档案 OK 那我是建议的 第一个 请你先把这个范围 一直到这边 那我是按 Shift键 在Ctrl Shift向下 先Shift 然后先选 向右 向下 Ctr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就选好 那请各位把这个范围定义个名称 那我的名称呢 当然特别注意 名称定义里面 它不能用数字开图 你不能打101年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用数字 所以我这个名称 我叫什么 开奖 101 用这个开奖101代替这个 这个范围 那102年一样 所以把102年一样 按Shift键 再Ctrl Shift向下 把这个范围名称定义一下 叫开奖102好了 那也就是以后呢 我可以配合F3 就可以去 找到这个范围 然后呢 去做那个 存取这个范围的资料 那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 再来呢 我可以用那个Count 一负 他问我范围嘛 我就按F3 直接找那个开奖101 按确定 那他的条件什么 就是如果是1号的话 总共几个 17个 按确定 OK 那当然你很快就可以算出 这个次数啦 不过 如果你要次数 那这样就OK了 可是我不是要 这个次数 我要的是那个什么 它的机率 所以除以什么 除以那个Count 所以你这边的话 你可以再 插入一个函数 那或者自己打上去也可以啦 你直接在前面这个 加上一个叫Count 刚刚有用过 Count什么呢 一样 直接按F3 去帮我算一下 开奖101这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个数字 693个 要不然他马上帮我算出来 那相除之后呢 几率就出来了 不过呢 这个几率 如果你用那个小数点 这样的感觉 其实不是那么清楚 一般的话 我喜欢 比如说万分之多少 中间加一个 就是说 除以多少 就是用那个 我刚刚显示的这个格式 来显示我要的这个格式的话 那这别注意 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小数点 一直到后面 那我们可以用自定的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我前面的数字是 可以用问号 假如说我的 问号 总共 假设我要万分之多少 那我应该有五位数 所以呢 我就先给五位数 空白键斜线 在空白键 后面加上万分之多少 OK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格式呢 我们可以用自定的方式 就是我可以把里面的值带过来 用问号来表示 然后呢 除以他的万分之多少 这个格式的话 我可以自定 那你会发现 显示出来的结果 感觉上应该会比原来的 来得更清楚 OK 确定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向下填满 OK 那万分之多少 几率就算出来了 再来的话呢 如果要算102年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好像 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直接复制一下 再取消 放到这边之后贴上 把这个开奖101 改成开奖102 其他应该都不用改了 按打勾 OK 向下填满 不过呢 向下填满之前 你可以把这边的格式 常用里面 用那个 复制格式的方式 其实你不用再重做一遍 贴过来 有没有 打点一下就可以了 向下填满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算出 101年 跟102年的几率了 其实你会发现 用抗礼服跟抗折还蛮好用的 再来的话 合计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把两个年度的 这个几率 相加就可以了 而且这两个资料 其实你们在那个 网路上都找得到 这个资料 之前还有一个 一个学生呢 甚至他拿了一个随身碟 行行我帮他看一下 里面他把所有力来 开奖的不管是不是乐透仔 所有只要是 那个 雷香港的那个 什么他都全部都收集到了 然后他跟我讲说 他想要学的就是 如何把 那个 结果给统计出来 我想他应该是要算名牌 可以 很快的知道说 未来 哪一个号码 可能的几率最高 不过 这不是我们的初衷 我们最 主要是统计出我们要的 所以这地方的话 你如果要 完整的资料 网路上都有开放资料 你可以把它抓到 然后呢 这边合计之后 然后算排名的话呢 排名部分呢我们可以用那个 RANK函数 这边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在统计里面 你可以用那个RANK 往下找 应该RANK RANK 不过在那个 2010的版本 他要多一个 RANK.EQ 还有什么 RANK.AVG 会变成分两种 主要就是说 他这个RANK 两者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 两个不同的点 一个是说 如果两个排名 他一样分数的话 该以哪个部分 就是 在 如果一样的东西 那你要怎么办呢 他有不同的算法 不过 在2007以前的版本 就是RANK 我们用这个RANK 比较单纯 然后呢 它的LUMBER 就是它的 合计的结果 它的REFERENCE 就是它的 在哪个范围 那就是合计全部 所以你把这个合计全部 把它 把它选起来 在这个范围里面 记得把这个REFERENCE 记得按F4 把它锁起来 其实 比较正确的应该 因为我们要向下 所以其实你要锁单边 就可以锁列号就可以了 按个确定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排名 全部做出来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一个 排名结果 但是呢 这个排名结果 并不清楚 因为我最后还是希望 怎么样 如果 有排名前7名的 那你帮我 做个颜色的 辨识一下吧 至少帮我怎么样 来一个 黄 比如说这个7 黄色的底 红色的字 这样辨识又会高一些些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 把这个效果做 做进来的话 当然不是傻傻的 你就这样按 然后再往下卷 当然不是这样的 或者说你可能有同学想说 老师那我是不是可以 重新排序 可是排序 麻烦 你排了之后 你最后要从号码要排来排去 所以有没有 不影响那个原来的 这个排列结果 而可以很快做出来 其实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游标放12 Ctr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里面呢 你可以怎么样 设定格式化条件 应该还记得了 新增一个规则给他 那这个规则是什么 如果这个数字 它是小于 等于 或者是小于8 或者是小于等于7 这样的条件 发生的话 那你给不同的格式 不就OK了吗 也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来做 那我想这个部分 先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 先把这个范围 制定成为一个开奖101 为什么 因为按F3 我觉得 存取会方便许多 这个概念跟资料库 比较相近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的公式 会 可阅读性 提高太多了 如果你 如果你不是用那个名称定义的话 有时候那个 又是那个什么 工作表名称 又是范围 然后你一串东西 非常的 容易这个 这个这个 那再来就是说呢 把这个做出来之后 再做个格式 这个格式 我是用那个 三个问 用那个五个问号 加除以 一万 OK 然后再把这个 两年度做出来 合计 最后再排名 OK 画面先还给多一下 试一下 那后面的部分 当然就是锦上添花 如果说你希望 排名呢 能够 很容易找到那个 呃 就是 出现几率最高的那个 前七名的话 除了说你可以用重新排序之外 你重新排序 你到处还在排来排序 然后如果假设我今天不希望 用排序 排出来 不过排序好像也 可以是一种方案 前七名 比如说你可以 写个 写个最好是写个VBA程式 排完序之后 把号码的部分前七个 再帮我列出来 这也是一个方法 然后最后还要再把他排回去 再按什么 再按照号码去做排序 这个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方法蛮多的 那就会需要的 替代 saud尾 香 点 一定要 请 唇